大家好,我們來到這個月份是我們第十一個月了, 是一個分別為聖的月份。 我想先跟大家去分享《以賽亞書》三十五章,第十節。 並且耶和華舊熟的民必歸回,歌唱來到石安,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,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, 優秀嘆息盡到逃避。 《以賽亞書》三十五章十節, 並且耶和華舊熟的民必歸回,歌唱來到石安,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,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, 優秀嘆息盡到逃避。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應許,是一個盼望。 全球我們都在經歷了很艱難的日子, 但是希望因著主的話, 讓我們鼓勵。 主對我們有一個好的計劃。 我們想到石安,這個詞在希伯蘭文叫做西安, 意思是說耶路撒冷。 神是神的經歷, 但它正在說耶路撒冷永恆計劃 become the third. 不只是天上,也在說地上。 耶路撒冷說的命定是正面, 是為了神國的緣故。 Siyun的意思 也是说好像一个标志 他的心意是继续成就着 我们叫天上和地上的食安 也都是来着 让我们为主去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这个大度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是用歌唱永恒的 我们这样预备 我祷告我们每一个 是行在圣灵的里面 让神完美为食安的计划 是成就 奉耶稣的名祷告